第一次采访就非要跟我进马场 这么费尽心思地接近我 是为什么 他果然听到了 起初是为了采访啊 云窗这么有潜力 石总又这么神秘 那次专访对我而言很重要 起初 那后来呢 后来 接触下来发现石总有言有才 能力出众 是江城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我自然也心愿石总 所以就 不用自主地想要靠近石总 难道石总没有感受到我一颗 赤诚火热的心吗 听你昨天的意思 你就只差一步了 可 刚刚感觉还差很多呀 你可不能突然掉链子 现在没感受到没关系 总有一天石总会感受到的 别影响 就还要靠近石总 给他们 其实他们也不当心 因为他们要靠近石总 如果是我 原来就能力 我可不许多 我可不许多 田雷 我等你 让他们去 我彻底敞开心扉 怎么样 正记者 还习惯吗 逗逗很温馴 石总也很照顾我 玩得很开心 那是 我们石总的码数 可不输职业选手 哎 石总的码数 我上次就有领教 确实 一记绝尘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啊 原来如此 肖肖怎么样 玩得开心吗 嗯 还不错 不过骑的一下午 我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我想回去了 我也差不多了 要不然 我送逼机车回去吧 那就麻烦石总把书役送回家吧 那就麻烦石总把书役送回家吧 好 房子 大 他 还是 好 一会儿 我 一会儿 我 郁教授 你现在有空吗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看到手机 要一起吃饭吗 我还没回江城 那好吧 等你回来 谢谢关总 带着木底接近一个人 但爱上了他 对方会接受和原谅吗 这不是白问吗 谁会原谅一个骗子 我以工作为由 接近了一位深藏简出的业内精英 我本以为我可以自如地放线收网 以达到我的目的 但我却在一次次地工作相处中 被他的专业 风度和才华所吸引 真的喜欢上了他 我本想向他坦白 我最初的别有用心 并不是单纯地出于工作 却又不敢面对 会与他心通末路的结果 现在的我该怎么办 这酒怎么样 味道不错 香醇甘甜 年份长了呀 其实是越风越沉的 你想说什么 我们俩都过了那种一见钟情 轰轰烈烈的年纪 现在在一起 其实是理智思考 和情感喜爱之后的最终选择 所以 在我们经过了这个磨合期之后啊 我就一直在思考和计划 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 我现在准备好了 他小姐 你呢 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 老关 老关 谢谢你认真对待我们的感情 我也很愿意和你待在一起 但是 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未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长记忆 这是我的问题 你也应该知道 我没接过婚 感情经历的也不多 我不能确定 以后 我能不能应付那些问题 我更不能确定 我能不能做好一个 合格的关太太 你这句话 是说给我听的 还是说给你自己听的 这句话我听起来 好像反倒是我的问题 唐疼的唐主编 日理万机 擅长处理各种工作 居然会担心自己 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关太太 不是 这不像你唐一 你有顾虑 你应该对我有信心 你 你刚才那些顾虑都不是问题 你不要老是纵容我 我哪里有纵容你 我哪有纵容你啊 你啊 你啊 就是太成熟 太周全 想得太多 这反而委屈了自己和身边人 在感情上 我们应该多向年轻人学习 是吧 像石燕和书彦那样 大大方方地喜欢 欢欢喜喜地相处 眼里只有对方 干嘛还估计那么多啊 那我确实没有他们俩那么勇敢 可能我老了 年纪大了 可你在我这里 还是个小姑娘哦 真的 不要这么多顾虑 好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正好 咱们吃饭 好嘞 我爸呢 你爸呀 去跟老同学聚会去吧 给妈少成点 好嘞 你跟王阿姨的女儿 相处得怎么样啊 王阿姨的女儿 就是舒逸啊 舒逸啊 妈 您突然问这个干什么呀 今天你王阿姨啊 她跟我打了一电话 她提到了你 说对你的印象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舒逸这孩子的 当然了 这恋爱结婚是你们自己的事 但是妈妈觉得啊 要是两个年轻人 那彼此对对方有好感的话 那就加快进度 你想想啊 知根知底 这以后你们再结了婚 妈 我跟舒逸把子还没一瓶呢 不拒绝 那就证明你对舒逸有意思 赶紧地加把劲啊 赶紧地加把劲啊 不拒绝 那就证明你对舒逸有意思 赶紧地加把劲啊 不拒绝 至于什么 元南假期过得怎么样 那真是跌倒起伏 挺丰富多彩的 郁教授呢 还不错 我回了清安陪陪父母 喂 郁姐 喂 淑业 我听说 我听说你跟实验在一起了 谁告诉你的 那这么说 你们俩真的在一起了 没有 不对啊 你们俩不是 打哪儿听的小道消息啊 真没有 你别听人家说 你挂了啊 晚安 你过 我倒是想在一起 我倒是想在一起 不好意思啊 刚刚接了个电话 没关系 时候也不早了 早些睡 晚安 晚安 我说 我怎么没关系 我这事 我感到没关系 你别想在一起了 你是不是